看着两个小家伙的神情 韩江雪不由地笑了笑 同时伸手捏了捏 小妞妞如今 已经变得圆润不少的小脸蛋 说道 傻瓜 赶紧跟你们小舅舅入宫吧 韩姐姐一时半会儿 不会回东明的 等你们在宫里头安顿好了 要是想韩姐姐了 随时可以让你们小舅舅 带你们过来看韩姐姐 不就行了 听到这话 两个孩子这才不由地笑起来 顿时心情好了不少 挥着小手和他们道别 跟着英王先行离开了 带两个孩子走后 韩江雪与紫月相视一眼 两个人都不由地同时叹了口气 今日运气 说好不好 说差也不差 虽遇到刺杀这样的事 不过倒是歪打正着的 碰到两个孩子的小舅舅 英王 顺利解决掉了这趟子事情 放心吧 他们两个都会好好的 如今也算是回到家了 日后不会再有那些不幸 咱们应该替他们高兴才是 韩江雪知道 紫月很是不舍得这两个孩子 因此出声安慰一声 紫月点了点头 也没多说什么 只要孩子好好的 她便安心了 片刻之后 东霖和北风走过来 东霖 你刚才说 在其中一具黑衣人身上 发现陆王府的标志 韩江雪再一次和东霖确认着 心中若有所思 回大小姐话 正是如此 依属下所见 此次刺客 应该和洛奇尔有关 东霖静止说出自己 心中猜测 洛奇尔 韩江雪面色微微一争 何以见得 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人 对她提起过这个名字了 自从上一回 洛奇尔暗中指示人 给梁西下毒 还企图嫁祸给她以后 她便不怎么愿意 再去想起此人 后来 洛奇尔再次失踪 而这一次 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踪 没想到如今竟然 在千里之外的稀署 再次有了其行踪 之前我家王爷 为了您的安全 曾经暗中派人追查过他的下落 后来曾经查到洛奇尔 离开东明 在西蜀出没 所以这一次大小姐 出行西蜀 王爷才会很不放心 暗中加排不少人手 保护大小姐安全 东霖解释道 洛奇尔和东明 剩余的洛家人 似乎已经断绝联系 但从这一次刺杀来看 她的势力似乎有很大的增长 今日这些刺客 应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而且除了个别尸体上 有前洛王府的标志之外 其他的均没有 所以日后还请大小姐多加小心 没什么事的话 尽量减少外出次数 我与北风也会联络这边的自己人 尽快查新落签下落 解决掉这个隐患 听到这些 韩江雪也没有再多加询问 默默点来点头 而后起身 先行回到他们如今的临时住所 洛奇尔对她那种恨 简直是莫名其妙的 她如今也懒得再想起她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既然洛奇尔到这个时候 还执迷不悟地 想着她与死地 那么她自然也不会再心软什么 回到赞助之所 川先生还没有回来 昨日的那名侍从 早早安排人准备好了膳食 侍从见韩江雪一行出门的时候 带着两个一起来的孩子 而回来时 却并没有再看到小天和妞妞 也怕我直接多问 只是机灵巧妙地问了一声 要不要替两个孩子留饭之类的 韩江雪笑了笑 道了声不必了 说是这两个孩子本就是来京师 投奔亲戚的 而这一会儿已经送到亲人府上了 听到韩江雪的话 是从当节回了个校 而后不再多言 很快就退下去了 下午睡了个午觉 醒来之后却发现 紫月正守在床边不远处 见她醒了 连忙走上前去 小姐 刚才您睡觉的时候 西数皇宫派人过来了 紫月笑着 将这个重要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韩江雪 边说边服侍韩江雪 稍微收拾一下 西数皇宫 韩江雪并不算意外 想来必定是因为小天 和妞妞的关系 所以才会如此 人呢 说了些什么 人已经回宫去了 是西数皇帝身边的 最得力的内侍太监 客气得不得了 说是凤凰命前来 邀请大小姐 您明日入宫赴宴 皇后特意为您举办的 欢迎宫宴 紫月详细地 将刚才情况说了一遍 那太监来之后 一听说您还在休息 连忙叫我们不用打扰您 而是让我们等您醒来之后 转告就可 还说原本应该等您醒来之后 亲自向您禀告的 但不知您什么时候会醒 所以这才麻烦我们代为转告 除此之外 他们还送来很多东西 说是皇后娘娘送给您的礼物 希望您能够喜欢 明日宫宴开始前 宫书会派人过来接您 紫月将内侍所说之话 全部说了一遍 虽并非一字不差 但意思 态度倒是完全地表达清楚 西书皇室对自家小姐 所表现出的态度十分之好 充分表明尊重 以及感激之情 甚至一些细节 也充分注意到了 比如说 没让人叫醒她 还是客气地 让身边贴身之人代为转告 再比如说 那些东西 特意表明是皇后所赠送的礼物 而非赏赐 听说这一切之后 韩江雪很是开心 这样的开心 并不是因为自己 受到西书皇室的礼贷 而是因为 从皇室态度来看 能完全看出 这些人 对小婷儿妞妞的重视程度 和在意程度 韩江雪 实在为两个孩子高兴 退一万步来说 这两个孩子 虽然也没有办法 让他们父母起死回生 也无法改变 那些悲惨的结局 但最少 自此之后 他们是真正有了 可以安心成长的新家 有关心 爱护他们的亲人 我知道了 你去准备一下 明日跟我一起入宫就是 韩江雪笑着 朝紫月说道 准备 要准备什么呀 紫月不比水儿 对这个 还真是不知详情 以前这些事情 都是水儿打点的 而她只需要 跟在小姐身边 贴身保护就是 听到紫月的反问 韩江雪一时间 也不知道 要和紫月如何说 想了想之后 又笑着说道 啊 你去问一下东霖吧 她会告诉你的 问她 问她做什么 她又不是水儿 哪里知道这些 女儿家的事吗 可你怎么就不知道 韩江雪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 说道 让你去你就去 东陵呀比你想象中聪明多了 这点小事难不倒他的 再说 你让我现在去哪儿把水儿找过来呢 总不至于让我自己亲自去安排吧 如此一来 紫月倒也不好多做辩驳 不经意间 微微的红了脸 似是怕韩江雪察觉 很快点头应了一声 先行退下去 找东陵请教去了 紫月走后 韩江雪把外头后着的北风给叫过来 北风 你去给东陵那个憨子提个醒 告诉他 我能够帮的都已经帮了 剩下的就看他自己 让他自个儿主动一些 可别浪费了我一番心思 韩江雪笑着和北风说道一句 而后不再多言 北风比起东陵来 在这个方面远远要激进 灵力得多 更何况这种事情 本也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所以听见韩江雪的话之后 他立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面带微笑地点头应下 遵命 没别的事的话 属下先行退下了 北风也不耽误 很快就先行退出房间 这个时候 他自然得赶在紫月之前 先行给他好兄弟透透风 打打气 连大小姐都主动牵线大桥给机会了 他那个傻兄弟再不开窍的话 那也真是太笨了些 韩江雪这红娘做得不算差 至少自个儿心里头 给自个儿打了个高分 正寻思着 家里还有个水儿没解决掉 却看见师父身旁的侍从 敲门进来了 韩小姐 我家先生回来了 现在 再便请您过去 听到侍从的话 韩江雪当下也没干误 很快应下 起身稍微收拾一下之后 便跟着侍从 先行去面见师父 韩江雪已经很久 没有看见自己师父了 所以听说师父回来了 心中自是有些小小激动 说实话 对于这位师父 他这个当徒弟的 还是蛮喜欢的 还是蛮喜欢的 看到师父第一眼 韩江雪便有着一种 时光流逝太快的感觉 他们不过小半年没见面 却不想师父近视 比上一回看到时 苍老了好多 心中有些不舍 却没有单独提起此事 他清楚 师父这些日子 苍老所为何事 有些事情 并不是他能够插手的 总之师父 自己感觉值得 那就足够了 一番正式见礼之后 韩江雪这才在师父试一下 究竟找个座位坐下 见到自己爱徒 川先生也没着急着说 赌约的事情 而是先行问了一下 多明京城那边的情况 问起皇室 问起宫里头情况 韩江雪一一的如是告知 甚至连莫黎和他 分别大闹皇宫的事情 也没有隐瞒 他知道 师父虽然远隔千里 但却不代表 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更何况 他并不觉得 自己和莫黎所作所为 有什么错处 事宜还不如自个儿的 老实道出来 听完韩江雪的话 川先生也没多加说什么 只是沉默许久 好一会儿 这才又问起 另外一件事情 江雪 韩氏一回来 便听说 今日不久前 西蜀宫中派人 请你参加明日宫宴 你到底做什么好事了 为什么西蜀皇室 对你如此礼遇有加呢 川先生倒不是 对此事有什么意义 只不过 以他的身份和名望 来到这边之后 也没受过如此待遇 韩江雪 毕竟是个晚辈 有钱缴才来 先前不曾听他说起过 和西蜀皇室 有什么关系 如今突然一反常态 当然会让他 有所担忧 毕竟江雪 是他叫过来的 说在这个时候 这边出什么事的话 就算韩家不找他麻烦 莫里那小子 定然不会和他 善罢甘休的 见师父问及此事 韩江雪倒也 没什么好隐瞒的 简单的 将自己半道上 在洞明镜内 遇上妞妞和小天 出手相救 并带他们一并 来到西蜀 经师之事 说道一遍 还有 今日上街 因为一场刺杀 而误打误撞地 遇上阴王 替这两个孩子 找到亲人 听到这些 川先生 神情顿时有些怪怪的 明显没想到 自己这个徒弟 出趟门 竟如此多姿多彩 整个就是一个惹是惊 什么好事 坏事 都能跟他扯上关系 两个小孩的事情 川先生倒是 没有多说什么 韩江雪 毕竟也是 行了善事 没什么问题 因此 西蜀黄氏 如今 对韩江雪 客气礼带 也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不过 就刺杀一事 他倒是 颇为政策 吩咐道 你离开西蜀之前 没什么紧要事的话 就别出去乱跑了 我知道 茉莉为你安排 不少护卫 不过这里毕竟 离东明较远 万事还是 小心些为妙 另外 我一时 会尽快安排你处理掉 这边赌约一事 到时 你也可以早一些 回到东明 省得茉莉 那个小子惦气 也省得 老夫成天还替你 提心吊胆的 别总觉得 茉莉跟那些人厉害 你就太大意了 多加小心 总没错 在这边 有任何需要 都只管跟为师说 不要逞强 记住没有 没有过问 到底什么人 要对韩江雪不利 川先生 没过多干涉 韩江雪的事情 只告诉他 有任何需要的地方 及时 和他说就是 他这个当师傅的 再如何 也不会不理的 听到这些话 韩江雪自事 愉快点头印象 又谢过师傅关心 他向来知道 自己师傅的脾气 外冷内热 互毒得很 既然明天下午 你得入宫参加宫宴 那么 明日一早 你先跟我 去见个人吧 川先生 很快重新调整了一下 自己的计划 与安排 示意韩江雪 明日一早 便跟他出门办事 第二天一大早 韩江雪 便跟上川先生 一并出门了 师徒两个乘车而行 一路上却是 很安静 一句话也没有 川先生不知 在想什么心事 和昨日比起来 明显沉默很多 而 韩江雪 在一旁坐着 也不好随便出声 免得打扰到 师傅的思绪 韩江雪 很是清楚 自己师傅的性子 脾气 有些古怪 喜怒 也有些无常 但整体来说 说不是有什么 重要的事情 绝对是不会 像现在这个样子的 所以 他也没有多嘴去问 今日之行 目的地是哪 见什么人 办什么事 总之 跟着师傅走 就行了 谁让他千里迢迢的 来到西数经师 就是为了给师傅 到老人家 办事的呢 当初为了兄长 和嫂嫂婚事 他既然应下师傅 替其完成一场赌约 那么 自然说到做到 绝不食言 就算上刀山下油锅 那也得一往直前 当然了 他肯定知道 自己师傅 不会让他 上刀山下油锅的 总之一切 都等着师傅 主动相告便可 马车 没有行驶太久 约摸不到 小半个时辰 便在一处 高门大宅前停下 下车之后 寒江雪抬眼 往大宅上方看去 珠红色门扁上 写着四个流金大字 江宁侯府 见来的地方 竟是江宁侯府 寒江雪 也不算太过意外 脚步没停 同样不去多问 跟着师傅 直接地往里走 就是 江宁侯府的人 看见来人 态度很是奇怪 竟没拉着 不让进门 同时 也没任何人 上前理睬 素亚 更没看见 他们似的 反倒是 对跟着川先生 一并到来的 寒江雪 还多看起眼 眼中流露出 寂寞好奇 而川先生对此 没有任何意义 同样 视而不见 如入无人之境 也不需任何人带路 直接进了大门之后 往左边走 江宁侯府极大 比起寒家来说 可是要大了好多去 一连路过不少地方 遇到不少 来来往往的侍从 那些人 在看见川先生之后 态度 和大门口的是一样的 既不阻拦询问 也不招呼行李 跟着师父 寒江雪 一路拐了好几个弯 终于 在一大片荷花池前 停下了 顺着师父的目光望去 寒江雪发现 有个白衣男子 正背对着他们 立在不远处的 荷花池边上 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做些什么 好几个弯子 好几个弯子 好几个弯子